中国大陆最南端 陆海先锋部队扬帆起航 他们能否穿越重重封锁 登陆海南岛 海上刮起台风 陆海兵团误入敌军大本营 他们经历了一场 怎样的生死战斗 二十几个小时的监护航行后 终于在海南岛赤水港 至铜骨岭一线 先后登陆 有了第一批偷渡的经验 兵团考虑 要继续加强岛上解放军实力 配合琼崖纵队岛上作战 争取夺取海岸一两个登陆点 以便为我军主力部队大举登陆 创造更有力的条件 就在拟定大规模部队偷渡方案的时候 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七日 广州中山路时常彻夜长明的 十五兵团司令部 突然安静了下来 司令员邓华离开了小王 在这个紧要关头 他去哪儿了呢 徐文县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 这里曾是两千年前 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出海港 现在是解放军跨海作战的桥头堡 为了直接指挥第二批偷渡部队 与渡海大军最后大规模登陆海南 邓华将第十五兵团前线指挥部 嵌到了徐文县赤坎村 这里在国民党空军飞机的轰炸范围内 村中的一个小庙 就是邓华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的 临时指挥所 一到赤坎村 邓华立即召集韩新楚 李作鹏 袁生平和张明池 等四十军 四十三军军政领导开会 目的就是研究下一阶段渡海作战问题 两个军各一支先遣队 成功登上海南岛之后 部队士气大招 信心更足了 因此 这次会议的议题 已经从之前的打与不打 什么时候打 变成了多大规模打 如何去打 由于第一批偷渡的两个营兵力过响 在海南岛上还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打击力量 难以完成接应两军主力登陆的任务 会议决定两军各一个加强团进行第二批偷渡 几乎就在邓华召开军事会议的同时 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守军司令部 也召开了一个会议 有所不同的是 邓华召开会议讨论的是如何 而薛岳的会议却是在安排 撤退 在解放军第一批偷渡部队 登上海南岛之后 薛岳向台湾发去了求救电报 而此时台湾岛上的蒋介石 刚刚在1950年3月1日匆匆复职 就在他复职第六天 解放军一个营就登上了海南岛 当时台湾形势复杂 蒋介石自顾不暇 薛岳没有等到来自台湾的援兵 便和海南防卫副总司令商议 签署了征调船只的命令 理由是满足下一步船只需要 实际上则是准备向台湾运兵 1950年3月26日 两个军第二批偷渡部队开始登船 第40军依然从登楼角起渡 而第43军这次则从博舍港出发 由于兵力较多 登船都用了近两个小时 下午五点 40军的起渡点登楼角起风 海水也退朝顺利 然而 这一次43军的起航点 又没有风 邓华只能再次下令 推迟43军的偷渡时间 直到天黑 东北风也没有来 而在雷州半岛西边的登楼角 晚上七点 执行第二批偷渡任务的 第40军第18师一个加强团 共2900过人 乘81条路船 乘着风扬方启航 吃茶隔海相对的海明岛民高角 与此同时 琼崖境队一总队和仙气登岛部队 也赶往雷高角准备接应 这次的行动 似乎让薛悦有所察觉 他将一个式的兵力 调往雷高角增援 可是 守军在那儿等了整整一个晚上 解放军还是没有出现 这次 偷渡部队会在哪里登陆呢 第二天清晨3月27日 从林高角东面的雷公岛海岸 传了一阵枪声 部分登陆部队从这里 突破敌军防线登上海岸 原来在海上遇到了突发情况 渡海部队无法按原计划登陆 当时我们不了解 可是上半页呢 向东流 我们这个船呢 就给日子水就往东流 我们本来是往西南走 它是往东南走 下半月呢 它是从东往西流 就把我们就踩往一边踩了 启渡后不久 风停了 随后又遇上大雾和潮水东流 各船无法保持队形 只能各自为战 驶向海岸 八十一艘木船陆续在林高角东北 二十公里路段上分散登陆 这次偷渡 虽然避开了薛岳的重兵阻击 但是由于船队登陆位置不一 失去统一指挥 登陆后又遭遇敌军 十多个影的层层阻击 在林高角接应的琼崖纵队 为了拖住敌军 掩护登陆部队 抢占滩头阵地 在林高角同国民党军 激战一天 吸引了两个师的兵力 登陆部队 与岛上部队会师时 我军伤亡 六百多人 此时还在雷州半岛 叙事待发的第四十三军加强团 一边等待起风 一边冷静地总结 前几次登陆的经验教训 他们组织偷渡人员 在短短几天里 赶制了几百条船用的鲁和奖 调整和增加了护航病例 又是整整五天后 1950年3月31日 风终于来了 晚上十点 第四十三军第一二七师 三千七百多名官兵 乘着八十八条帆船 从徐文县泊舍港出发 是向海南岛海口东面的踏实 开始起动的时候 天气很好的 有鱼 有泪 有风 这个条件非常好 刚出去有半个总统 就打上了 又是三五分钟 那边开炮了 这个家伙像黑三四的 起码就有二十公尺高 咱们呢 除了重击枪 火箭筒 火箭筒可以打得 百分之一米 那玩管用啊 正打的过程当中 摟一发落到 落到他的甲板上 好难关啊 打得好 打得好 再来一发 再来一发 这附队的情绪就来了 这次渡海 船队遭到敌舰多次拦截 船队行至海峡中游 于三艘国民党军舰遭避 队形被打乱 第三七九团 第五 第八 第九连的炮船 迅速临上 斩不开激战 击伤了一箭的搜 九连的三支炮船 炮进了一箭猛打 将国民党军舰 驱逐出海口一被派遍 确保了主力登陆 而九连三支炮船 四十五人仅剩在地人身上 经过激烈的海战 在清晨到达登陆舰尽舰 战士们冲锋上 攻克了敌人的攀头防御阵 定向纵身发展 然而 在登陆点 却找不到三七九团 三营八连和九连战士的身影 他们到哪儿去了呢 海口市附近的白沙门岛 是一片落潮后 与陆地相连的沙洲 不到一平方公里 由于屡次遭到敌舰拦戟 三营八连九连战士 与敌舰激战途中 航向偏右离开了主力 雾登上了白沙门岛 当时就广州的搭上千年 就不值得方向 以后这个部队就这个小桌上 转来转去 出不去 不值得上哪里走 以后就审查这个附属兵 审查附属兵 这就叫北沙门岛 离海口市不到一公里 这我们也知道坏了 那这个总司令部这里来了 白沙门岛距离海口市 薛悦的防卫总司令部很近 枪声传来 薛悦已为解放军 大部队登陆进攻海口 于是一边向文昌逃走 一边调集军舰飞机 和打批部队前去堵截 第一军以三个团的定命 在军舰飞机的影哟下 向小岛发起轮番进攻 白沙门岛是水网地带 陆路被兰子江 和十几条海叉阻隔 海陆又被敌军军舰锁断 既无法转移又难以突围 只好固守死战 战斗打得十分残酷 岛上战士已经伤亡过半 我这样的打到一个上午 到了十四天就听活了 听活了我们就砍掉第二次回忆 就看了我们这场战斗 是毁灭性的了 那肯定是毁灭性的了 就决定了 把那不能用的墙都毁掉 不能用所有的文件都毁掉 大家直接接上子弹 保留一个收拾弹 最后被敌人拼到地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之后 八连掌封开株 率领四十多名伤员 曾抢到的三条小船 突出重围返回海北 不久 王金昌等七人 又找到一条小船 在业务中彻底的小岛 而其他战士在岛上苦战两个周夜 最后因弹药殆尽 寡不敌众 英勇牺牲 在白沙门战斗中 渡海部队牺牲一百多人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 牵制住了敌军主力 掩护了我军主力 成功登陆 两批偷渡行动过后 雄州海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雷州半岛赤坎村 第十五兵团的指挥所里 邓华召集了两个军的将领 商讨进一步作战方案 一场解放军战争史上 规模最大的海战 正在酝酿之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